判断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 看她这四个地方就知道了 第一 头发是不是杂乱 对于女人来说 头发很重要 头发收拾好了就能亮 可以增加女人的魅力 看起来也很好看 如果你看一个女人头发很油 头发杂乱 那么她就过得不好 第二 用不用到处得省钱 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 很大程度取决于物质条件 物质充足的女人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根本不用去担心怎么省钱 而过得不好的女人 看见自己喜欢的 明明需要买的东西也不敢买 或买不起 女人要是过得好 根本不会被金钱所困 三 是不是经常换衣服 女人是很爱干净的 一个日子过得好的女人 是会经常换衣服的 不光是自己舒服 也能给别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四 有没有时间保养自己 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更漂亮 更年轻 永保青春 过得好的女人懂得保养 有时间 精力和金钱去保养 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看上去肯定比同龄人年轻 而过得不好的女人 哪有时间和心情去保养 自己的全部心血都花在了家上 把自己早早就弄成了黄脸婆 如果一个女人在最重要的几年中 投资的是一个男人 那么之后的几十年里 你将不断求着这个男人不要离开你 如果你投资的是你自己 那么你会很顺利地收获 真正属于你的爱情 爱情是以物质为基础的 奢侈的精神享受 认准一句话 只有当自己出于一个最好的姿态 才会有好的男人来爱你